我们今天就讲说 柯妈当然对柯文哲有影响力 可是讲说柯文哲都已经多大 都已经台北市长 你还会听妈妈的话吗 不 橘子一开始搞了半天 他不是在柯文哲旁边的 他是在拼命脚脚 他只是在一个议员的服务处工作 那个离中央多远啊 就没想到 是柯妈知道之后 卡一桶电话 跟柯文哲说 你在做什么 橘子跟我们都有 亲家关系 他值得信任 不害你了 这样就直接从这个所谓的 地方议员服务处的公读生 直接冲到市长室 不但冲到市长室 刚刚更可怕的是 我们知道 一个权力人物 你要判断什么 你跟他座位有多近 他居然柯文哲出去的时候 旁边坐的是谁 旁边居然坐的是橘子 另外一个 竟然就是黄新香 保德哥我们一直在讲 柯文哲听的都是听母姐会的话 原本想说可能是 开玩笑 后来发现不对 是真的 为什么 因为橘子之所以能有 滔天的权力 来源于哪里 他的权力来源于哪里 是无论的 天主信母代表 他原来是我们天上圣母 也就是柯妈妈的代表 所以才有办法 一飞冲天坐直升机 直接到达天庭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原本橘子 他是什么 小柯粉 他很爱慕柯文哲 但是呢 他有没有办法 跑到柯文哲的大内核心圈 保德哥没有哦 一开始橘子他是干嘛 当志工 他是柯文哲的志工 柯文哲的义工 甚至是好不容易往前挤进去了 就到了哪里 胜选之后 只到了地方议员的服务处 还不是助理哦 最小的 最小的 其实我没有想到 这件事情被谁知道 被柯妈妈知道 那保德哥 我反问一件事情好了 柯妈妈是千里儿顺丰岩吗 当然不是 他为什么会知道 橘子跟他讲的 橘子是给他倒嘛 说哎呦 柯妈妈 哎呦 问题 我想要在那边 他绝对是跑去跟他倒嘛 我那穿着呢 所以柯妈妈 一知道的时候 马上哦 就一通电话 一通电话而已 说啊 问题啊 那甘妈 那是我们穿着呢 哎呦 买啦 他会当心灵啦 要跟你害啦 哎呦 你怎么没跟他 努力成功兵 结果柯文哲有没有恶化 马上拉上来 马上拉上来 哎 就来了 你知道柯文哲怎么干嘛 首创 我现在终于搞懂了 为什么会有实习生制度 因为橘子 感骂欧人菊 就是英特尼罗 他是第一位实习生嘛 柯文哲为了他 创造了实习生制度 我们刚才讲到的 在市政府里面讲 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在市政府里面 你其实要站一个位置 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现在他问你在哪里 现在问题是 你今天要把橘子 拉拔上来之后 居然专设了一个 实习生的制度 而这个实习生的制度 后面 是专门为他设的 对 因为你如果临死 对不对 你要把他调到各个局处 不好意思 各个局处有这种证物的系统 早就已经塞满了 所以柯文哲想出一个好办法 我这年八年变实习生 变实习生之后 他就干嘛 你以为他实习是不是 不是 他就开始做基要秘书的工作 每天就开始随行在柯文哲 就等到社会局 有一个空缺之后 砰 把局局再塞进去 所以他是用这种方法 柯妈一句话之后 马上一个不具有任何职位的人 就天天跟在柯文哲的身边 天天在市场是进出 所以你就想想看 凭什么 大家在讲橘子是小屁啊 橘子很年纪轻 橘子脾气很暴躁 把你跟我们讲 橘子行得没一个好 但有 他有一块好 为什么 因为他是柯妈妈的亲家 就是靠这层关系 不是 以前来讲的 橘子有通天的本事 我都觉得非常怀疑 可是听到一个故事 我相信了 你知道在研究美国政治的时候 距离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你可以跟总统 在一个smoking rule 在里面打桥白抽烟 那个是非常接近 你可以跟总统 跑到餐厅里面 两个人吃披萨 那是很接近 可是你跟总统 两个人一块上厕所 裤子拉下来 上尿尿 那你是天下第一接近 这个距离非常重要 可是橘子怎样 还有一个是 柯文哲的车子 谁在他旁边 橘子在旁边 对 柯文哲这个多离谱 他是这样子 有一天呢 柯文哲他就说 我要去比如说中南部 去到其他外县市去行程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通常这种首长 他有两种选择 一个叫搭高铁 一个叫做开车 但他想要隐秘性 想要讨论 所以他开车嘛 那开车的目的是什么 他就刚好找另外一个 市府的高官 跟他一起坐在车子里面 然后就这样呢 不管他是南下 还是怎么样 去到别的一件事 结果没有想到 当行程结束之后 这个高官当然想说 我怎么来的 怎么去嘛 信信然的要踩上车 主车 柯文哲你知道他发生什么事吗 发生什么事 你等会 不好意思 你自己搭高铁回去好不好 自己搭高铁 我有其他重要的客人要接待 结果那个高官当然傻眼嘛 柯文哲你知道 重要的客人是谁吗 第一个是橘子 橘子 你怎么说橘子 什么身份吗 什么身份 什么都不是 他的时候什么都不是 根本没有挂市政府的职责 他就说 没关系橘子上 那没关系橘子 柯妈妈有交代 要留在身边 我能够理解吗 那另外一个人 我就不能理解 你知道另外一个人是谁吗 谁 另外一个人是我们的中子姐 AKA说 比中子那个 对 我去经营剪掉线啊 我颜色不对啊 经营不好 就那个 就那个中子姐 就他 结果他说 他也上车了 保理哥你知道 他那车身份是什么吗 柯粉 柯粉 什么都不是 他也不是密说 他只是一个柯粉 各位你知道 这边系四级恐 可怕的在哪里吗 我请问一下 如果他只是柯粉的话 柯文哲总不可能 在肇事场合上 哎 哦 这个狗牛 就把他抓了 就去车上吧 不可能这样搞了吧 一定有什么 有联系嘛 所以他如果没有事前 跟他联系 如果没有留下他 你怎么在上得了车 对你没有跟他说 哎 我跟你讲 姓姓 在基点几分 在什么地方 我车子会停下来登你 你直接过来 我载你回台北 没有这样子交代的话 黄欣翔会说 哎 就吸引 然后就直接跑过去吗 怎么可能 一定有事前联系 那我就问 你今天随便任何一个政治的人物 我讲好了 讲完 去到造势场了 把一个本事带上车 请问一下隔天变什么 变金周干头条 怎么可能这样干 而且再来哦 如果他原本只是本事的话 保吉哥 最后一样 他没有背景哦 没有柯妈妈哦 他直接一杯冲天 一样变成柯文哲 最贴身行程秘书 每天大小事 我去哪里你都知道 行程秘书 他把本事 不是秘书 是行程秘书 他把本事变成行程秘书 放在市场市 每天我看你 你看我相看良不厌 那我就请问一下 如果换做任何一个政治 干这种事情 大家不会傻眼吗 没关系 因为柯文哲做得到 只有柯文哲可以办到这种事情 我们看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 是 大家突然进去 智谣公司居然在10月7号结束 好 那一个公司结束 他本来就说要结束啊 那为什么在10月7号结束的时候 你说非比寻常 因为在上礼拜 我们讲嘛 上上礼拜 这样的一再传出来说 已经查到海外金流了 所以查到海外金流的时候 唯一能够去办海外金流的 只有谁 只有调局 所以调局的海外金流查的户 开始启动了 可是调局之前是被 你挡在外面了 对 调局本来认为说你被缴械了 本来这个案子是由北检跟连政署 跟这个调查局没有关的 可是让调查局进来之后 就代表调局能够办金流了 调局可以办金流的时候 你说 制谣公司 这个时候取 这个时候结束 就耐人许位 而且制谣公司一结束之后 马上就传出来说 最核心的人物橘子跑掉了 而且我认为柯文哲 并没有坐以待毙 为什么呢 你看今天传出最新的消息是 10月7号的时候 制谣公司结束了 好那为什么 我说柯文哲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出招 为什么还在出招 保险他为什么要把制谣公司结束 为什么 因为调查局已经进来了 调局进来了 对因为调查局是专门查什么 金流嘛 你看前几个礼拜 我们不是说到吗 他已经启动了 要查所谓海外的账户的一些 洗钱的专案吗 他要查你的金流 所以你要查金流的时候 柯文哲这一方知道说 哇调查局进来的时候 我要小心 因为你真的很会查金流 所以我赶快在这个时候 能够快刀斩乱码 把制谣公司给他结束掉 那为什么制谣公司结束 可是你说不对啊 为什么木可没有结束 简单 因为制谣公司目前为止 他的财务相当的简单 他负责人可以不用回来 他只要三分之二的股东 说我要结束 因为没有任何要清场的东西 就直接可以把它结束掉 所以这个很快就可以结束 所以你说 照理讲说 这个制谣公司 应该是负责人是柯文哲的儿子 柯富瑶 柯富瑶看起来并没有回到台湾 就算你没有回到台湾 公司也可以结束 代表实际掌权的人 实际的股东 他其实在台湾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股东 他是还在外面的 那很有可能就是 这个所谓陈佩琴嘛 对耶 只有陈佩琴有办法结束这个公司 所以简单 陈文哲也进去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 简单说是柯文哲这边 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想办法 在把这个很多证据 把他掩灭掉 对我就把制谣公司结束掉 好那为什么是10月7号这个时间点呢 因为为什么 隔一天的时候有报导 抱歉隔一天报导什么 我们知道说 原来有橘子这个人 对 那橘子这个人现在人在 他日本 在日本的时候 那这个制谣公司的 这个所谓负责是谁 柯富瑶他在哪里 日本 好也就是说 柯文哲方面知道说 糟糕 媒体要报导出来 如果两个年这样一起 那还得了 我赶快前一天 而且调查局要查我 我赶快把他结束掉 一刀两断的把这个制谣公司结束掉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柯文哲这边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跟检调 在斗法的一个状况 而且在新周刊 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 你更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消息有走漏的嫌疑 为什么讲这个消息 有走漏的嫌疑 是因为刚才讲 今天橘子的这条新闻 是10月8号 可是在10月7号的晚上 就已经有媒体说 周刊即将报导 橘子出国的消息 其实那样是除了 柯文哲核心人物以外 其实在外面对橘子并不熟悉 怎么会这个时刻 突然丢出来 代表早就有人通风报信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 橘子为什么很重要 宝贱你简单来看 这制谣公司来说的话 跟橘子家族 好像完全连在一起 你看制谣公司的这个结束 隔一天就报导出橘子 这个橘子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来看 制谣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 它是在今年的5月15号成立的 但如果你把它跟橘子家族 可以连在一起 宝贱那5月10号的时候 柯文哲不是买了商办吗 就5月15号的时候 这个惠真不是查出来吗 许子宇的妈妈杜翠玉 她不是受托专户 变更登记吗 所以两个 变更登记完之后 制谣公司就成立 然后紧接下 严峰不是就提报说 4300万的这个所谓商办 目前为止的这个事情 就被提报 虽然两个时间点 是可以连在一起 然后结果它的结束的时间点 居然跟橘子家族 又有相关 所以他就说 这个好像很多巧合在这里面 好的 我当然讲到的 你今天的这个买 4300万买商办 跟你这个举止的妈妈杜翠玉 搞了一个信托专户的 变更登记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们去查了才知道说 如果 我刚刚讲 那真的是慢了一步 如果当时柯文哲 把这个4300万的商办 直接交付了这个信托 交给杜翠玉 这个信托专户的话 你在所有的证件上 你只可以看到 杜翠玉的这个信托公司 你看不到柯文哲 所以大家在质疑说 你柯文哲到底买了一个房子 还是有买第二个 还是有买第三个 你跟杜家的关系到底如何 对 所以这是 我相信检调 目前为止也要查这样一个情形 好 那除了检调 继续查这个举子 跟柯文哲家族的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的这个所谓调查局 又约谈了什么 这个木可 还有众望基金会等十名的证人 他开始查这个政治现金案 已经查到谁 周渔修还有戴玉文都去了 所以告诉你什么 现在是要摸金流 我除了目前为止的金华城 除了目前为止的很多案子之外 你的整个众望基金会 木可里面的钱 我要给你摸得透透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越惨越觉得 这个柯子家也太神秘了 今天甚至传出一个消息说 柯子家的人 甚至他的舅舅说 他们有去跟柯子联络 希望他早点回来 他说 现在柯子家的一般亲人 竟然联络不到柯子 对 没错 这是很怪的事 对 也就是说柯子这一次来说 简单肩负了太多 这个柯文哲人的秘密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我就说 这个如果你把时序 再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你看 买商办之后几天的时间点 橘子的妈妈的变更 这个信托转户 然后没多久又成立这个制药公司 紧接下来的话 严峰踢爆 这个所谓他的这个买 这个买所谓商办这件事 然后紧接下来 10月7号制药公司协赛 然后10月8号来说的话 橘子就被报道潜逃出国 虽然橘子跟这个柯文哲的 这个制药公司 好像两个是完全连在一起 所以才说 这里面或许有更多内幕的消息 我们可以查下去 如果以下回到过台来看 这个5月就太耐人询问了 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里 这5月刚好发生什么 刚好政权从蔡英文 交到了赖清德手上 从蔡英文交到赖清德手上 我们刚刚讲到 柯文哲是有内线 柯文哲是有讯息 柯文哲发现不对之后 就开始藏钱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在总统大选完之后 事实上这件案子来说 我认为检调应该老早就有 掌握到一些讯息 但是为什么没有办呢 现在很多人就说 搞不好是蔡英文总统了 事实上当时对于柯文哲并不想追杀 所以事实上你就知道 他们的这个钱后来 你看5月多开始的时候 这个他就开始在买 这个陈培起在看上亿的豪宅 然后紧接下来 5月16就开始在开这个制药公司 然后又买了4300万的这个商办 都在5月多的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在政党轮替之前 他做了这么 在赖总统上任之前 做了这么多的动作 结果没想到赖总统一上任之后 整个话锋完全转变 所以我才说如果你从现阶段 柯文哲还在跟检调在斗法的过程里面 你就知道说他们或许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一些人知道内部 怎么去办案的这个状况 所以怎么会目前为止 再把这个10月7号 会把制药公司给结束掉的一个状况 好 爷们刚才讲 今天大家不知道 怎么突然发现10月7号的时候 制药公司已经结束了 制药公司结束在回归 它是在5月16号成立的 5月16号成立之前 它的前一天也一样 橘子的妈妈去做了一个信托专户的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的5月10号 柯文哲花了4300万买商办 是你妈踢爆的 这个时候我们在想 那你买商办跟这个信托专户有什么关系 你特别去查了 如果今天 因为他当时没有马上把这个4300万 转给的这个所谓的信托登记 如果他当时转给信托登记 你是查不到的 是没有任何资料的 是 依据我们地震局的规定 因为当时我在踢爆他的商办这件事情 掉的是二类藤本吧 如果假设柯文哲买了 过户了 就直接把这个信托 受托人 丁记在局局的名下 或者他妈妈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二类藤本的所有权人 就会变成 他的名字 杜某某 或者是许某某 我可能就查不到 柯某某这个名字 当时我是比对是柯某某 然后跟他们家的住址啊 身份证啊 对不对 所以代表什么 如果假设五月他买 然后呢 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 却把他信托 我告诉大家 柯文哲是可以一手遮天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又再补充一下 今天不管是橘子 或者是橘子妈妈的 两个信托专户 他都有一个重要就是 不动产的租赁转让 不动产就代表 我是专门作证 你把不动产信托给我 信托给我 我带你来管理 这中间也太巧了 而且你如果买 你真的有买任何的房子 你交给他们家去信托管理的话 外界是从所有的公开资料里面 是查不到的 对 所以如果即使他登记给柯文哲的儿子女儿 其实这个都有可能可以查到 但是如果信托出去给橘子或橘子的妈妈 或者是他们的家族是查不到的 所以信托这么重要 没错 所以当时大家不是在想说 他不要忘记 柯文哲他们是从五月买了这个商办之后 陈佩琪还在干嘛 还在看房子嘛 对 晚风许许 对 隐隐没事情的时候 就在看厨嘛 而且看的都是豪宅嘛 那现在大家也会担心说 你五月举止就已经在开始启动 所谓的信托专户的变革登记了 那会不会五月一直到八月 因为当时是因为 踢爆政治现金了之后 他才不敢再去看房子嘛 那从五月到八月 大家都在怀疑 柯文哲你们两夫妻 还有没有买其他的房子 还是已经买了 却已经信托了 这个是现在我们查不到的哦 你说信托就查不到了 对 那这个检调单位 我相信他们也会一一的来 把它查清楚 那像昨天包含约谈的戴宇文 周渝修 这个显见什么 显见整个民众党 当然人家北极站 是要勾机金流的部分嘛 那现在民众对我说啦 就是我双双双 我在条四股肉啦 你看他们昨天在这个 西门町前面办的这个活动 我掉了相关的资料 你知道多好笑吗 多好笑 他们去申请 民众党对馆长跟黄国枪 没有信心 他们申请入选 还有预估人数 多少人 200人 200人 所以你在西门町 6号出口捷运站 你自己预估的人数 200人 所以他们心里的底部 就是200人就很多了 对 你整个民众党精英出镜了 结果现场500人 而且那个很多都是路过 包含工作人员 对 线上多少 1000人 所以我就说民众党你们现在 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边 然后再来 他们还敢自己放消息 耶 保洁哥 你记得昨天 他们就自己放媒体说 已经检调单位 这个这个调查局 要来搜索我们众望基金 对 所以你刚刚讲 为什么举止会知道说 我在8月27号的时候 所以他们昨天就知道 众望基金会今天会被约谈了 对啊 他昨天就自己发消息了 他们真的有内线 那你看他今天是不是马上被约谈 对 是不是这样嘛 终于就马上被约谈了 所以所有那么巧的事情 都会发生在民众党的身上 那个举止8月27 赶快跑去日本嘛 应小威8月28 企图想要闯关 后来被拦下来 后来柯文哲8月29开记者会说 他那个暂时请假党主席 大家不要忘记 陈佩奇他买了机票 8月30号要去美国 要带他的小孩说要去美国 那为什么就是短短的 这四天的时间 你们所有的关键人物 不管是金华城案 不管是你的政治现金案 你们这些人都要出国 所以橘子先跑 应小威跟着跑 然后他老婆也买好机票 就要去美国 接下来就是柯文哲 等于说请假党主席 对啊 那所以检调才逼不得意想说 为什么这些人都知道 不要忘记沈庆金 他本来也要跑 对啊 他是躲在那个楼梯间后来 还被抓出来的嘛 所以检调单位也会想说 为什么 你哪有都知道 你哪有都知道 你消息是哪里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 这个当然接下来 检调单位他们有他们调查的 这个节奏跟脉络 但是也要防止所谓的消息的泄露